好 嗨 大家好 他是雙鳴 然後我是Monkey 那今天我們要來 大家防疫在家 也是要跟家人互相培養感情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 跟大家示範 就是你怎麼樣可以 跟家人培養感情的雙人瑜伽 然後是一個很舒緩 很伸展的 一些動作 然後力量的動作 我們之後可以再慢慢放上來 那好 我們就開始吧 所以我們可以先 背對背的坐著 好 那請盡量就是讓你們的 坐骨 砸根地板之後 下背盡量都跟對方 靠在一起 那我們這裡沒有冷氣 所以這邊其實背對背坐著的時候 會很熱 但是你們在家應該都會有冷氣 所以應該都還滿舒服的 好 所以背對背坐著之後 我們的背順著脊椎向上的延伸 好 通常我們可以在這裡做一點精心的練習 互相感覺你 互相感覺你partner的能量 還有他們的彼此的呼吸 好 所以我們在這邊 可以稍微吸氣的時候 慢慢地延伸脊椎 然後放鬆身體 慢慢吐氣 一樣保持你的吸氣 先感覺自己的呼吸 先感覺自己的呼吸 好 所以你們可以在這裡稍微停留 就是吸氣慢慢吐氣 覺察自己的呼吸 可以大概三到五分鐘 但是我們在這裡真的不用到三到五分鐘 不然你們在這裡看三到五分鐘也滿無聊的這樣 所以你們可以稍微暫停 然後三到五分鐘 然後再回來pause 好 所以你暫停之後又回來了 好 來 三到五分鐘就這樣過去 好 來 我們吸氣的時候 跟著我們的手一起往上延伸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找到你對方的手 順勢的可以互相幫忙 讓脊椎再向上延伸 好 記得把你的肋骨收回來喔 好 在這邊肋骨很容易往外飛開 當我們往上的時候又不想拖背 所以肋骨記得收回來 然後讓脊椎再向上延伸 記得找到對方的背跟下背 好 保持喉嚨放鬆 吸一口氣 吐氣的時候我們往室內的方向做延展 慢慢的吸氣 好 然後下面的手可以慢慢往下找地板 好 吸一口氣喔 然後盡量讓我們的脊椎從骨盆開始就往上延伸 好 吐氣的時候回正 好 然後再一次慢慢的向上延伸 我們的脊椎跟我們的肩膀還有手背 肩膀通常比較緊的人在這裡應該就已經覺得 很緊啊 肩膀有點痠了 但我們才剛開始 好 來 吸氣喔 慢慢吐氣的時候換我們這一邊的手往下 所以剛剛你們沒有看到 所以剛剛是另外一邊的手也會往下延伸 好 吐氣的時候眼睛看向上方 你可以從上手背看出去 看到天花板的位置 好 記得把下面的肩膀都推開 遠離耳朵 遠離耳朵 吐氣的時候我們再向下延伸 呃 向上啦 向斜上方延伸 我們不往下壓 我們往斜上方去 好 把氣慢慢吐光 好 下一個吸氣我們再慢慢回來 我們的動作可以慢慢地 然後跟著我們的呼吸 好 再深吸一口氣之後 我們再一次把手向上提 好 這邊我們要做扭轉 我們可以 好 我們先往鏡頭的方向好了 這樣大家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好 來 吸一口氣 吐氣的時候我們往左邊 你的左邊 好 對 我往鏡頭啊 對 好 所以你的一隻手會先 找到你的前腳膝蓋 另外一隻手會在對方的膝蓋 那 Pudder 也是喔 他的一隻手會在我的膝蓋 然後另外一隻手會在他的膝蓋 好 這邊會有一個抗力 扣好之後把脊椎整個往上提 我們眼睛再看向後方 所以你的肩膀會盡量地再向後推 好 慢慢地把氣吐完 讓我們的身體在這裡可以做一個扭轉 順便按摩我們的脹氣跟我們側腹肌的部分喔 好 在一個吸氣我們要換邊了 來 吸氣往上 吐氣的時候我們一直往右邊 好 一樣 你的手會在你的膝蓋 他的手會在我的膝蓋 然後一隻手也會在他的膝蓋 他的另一隻手也會在我的膝蓋 好 吐氣的時候我們再向後旋 好 你會有一點點感覺 如果你的扭轉會比較深的時候 可能另一個人的扭轉會比較淺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互推的力量 然後有點互相用自己的力量幫你的夥伴 然後慢慢做更深入的延展跟伸展和扭轉 好 記得保持呼吸 慢慢吸氣 慢慢吐氣 好 來 下一個吸氣我們回到中間 好 這裡我們把手往兩邊延伸 對 一隻手呢 有點像跟我同方向的那個朋友呢 你的手會在夥伴手的下方 然後扣住他的手掌 好 吸一口氣讓脊椎延展之後 我這邊的跟我同方向的朋友 會做前彎 所以記得把你的骨盆往前轉 也就是敲屁股的動作 後面的朋友就放鬆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盡量向前轉 向前延伸 你會做一個前彎的動作 好 那前彎的動作呢 你可能就是到一半你就已經覺得 喔 我沒有辦法再往前彎 那你停在那裡就好 你可以用手稍微撐著地板 或者是拿一塊瑜伽磚 或者是拿一個小椅子抱枕 在前面都可以喔 放著 然後讓你的身體可以稍微的做前彎 然後讓你的夥伴呢 用他的重量幫你的前彎可以做得更深 但如果還有空間可以下去的話 盡量收著肚子 就是把屁股盡量往上翹 你就可以慢慢的來到地板 那後面的朋友盡量就放鬆 躺在他的背上就可以了 好 然後這邊呢 前彎的朋友呢 就是跟我同方向的朋友 你也可以額頭點在地板 或者是你拳頭疊起來 額頭點在你的拳頭上 或者是你就把額頭放在你的抱著小椅子 前面你可以擺著小椅子 如果你沒有辦法這麼深 淺一點也是可以的喔 這個邊可以互相幫助你下背的延伸 那你的下背 可以做一個比較舒服的延展跟換合 也可以放鬆你的下背 通常我們藥酸背痛 很多都是發生在下背的部分 好 那腰上來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 前彎的朋友推地板 肚子收好 把胸口往前往上 然後推地板慢慢提起來 對 就可以把後面的夥伴往上提了 好 那現在我們要相反 所以雙鞭這邊的朋友呢 他會把手往下 對 然後雙鞭這邊要做前彎 好 肚子收緊 敲屁股 前彎的朋友記得翹屁股喔 你要先把骨盆記得往前轉 好 然後吐氣慢慢上下 好 那躺在他背上的朋友 就盡量放鬆就可以了 好 然後前彎的朋友記得可以把手往前 對 你需要轉嗎 好 他可以就是盡量肚子收好 把屁股再往上翹多一點 讓這個前彎更深 好 那胸口往上躺著的朋友 盡量就把身體放鬆 肩膀記得也放鬆 你可以把雙手放在兩邊 你也可以把手放在耳朵兩邊 對 然後如果前彎的朋友如果可以 不會很不舒服的話 他也可以拉著他的手盡量幫 後彎的朋友再打開身體更多 對 所以像雙鞭現在就是會幫我的手 往下 稍微往下拉 好 這邊通常可以停留三到五個呼吸之後 好 慢慢的就可以再推地板 好 慢慢的上來 很好 好 這邊稍微肩膀稍微動一動 放鬆一下 當然你可以覺得這個動作很舒服的話 你可以重複個兩三輪 就在那邊一直前彎後彎 前彎後彎 好 所以假設你們已經兩三輪了之後 然後你們可以先按暫停 然後再回來 好 再回來之後呢 我們要慢慢站起來 所以你們可以手勾著手 好 這邊站起來會需要一點點力量 但是蠻好玩的 所以 對 所以可以慢慢站起來 好 所以你們可以先把腳解開 好 腳解開才好地板 好 肚子收起來之後 背推背 用力勾好 慢慢站起來 對 就是這麼好玩 好了 這裡如果你沒有辦法一次成功 一樣 你可以pause之後 試幾次成功之後再回來 再回來play 好 所以我們站起來之後呢 這邊也會有一個前彎後彎的練習 好 記得找 如果你們兩個人的量級差不多 像我們兩個量級差不多 我們就可以玩這個 那如果量級差很多 比如說你跟你先生一起 或者是小孩一起的時候 那輕一點的人可能就是要變成 重一點的人可能就是要做前彎的動作啦 輕一點的人就是只能背背著 那你們要互相看好自己的力量 好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稍微會手勾手 好 那我先示範前彎的部分 跟剛剛一樣喔 收緊肚子 大腿夾好 所以有一個懸大腿的力量 對 懸大腿一樣 那下背記得互相還是靠在一起 收著肚子 把脊椎拉開之後 好 肩胛骨盡量集中 收緊肚子 好 肩胛骨打開喔 這邊打開之後會有一個力量 幫你把胸口往上提 好 盡量翹屁股 好 上面的朋友呢就盡量放鬆 好 肚子收緊 所以前彎的朋友的屁股應該會在 你上面躺在上面朋友的下背 大概在下背的位置 那他的腳不一定要離開地板 所以如果量級差很多的話 你的腳記得還是放在地板啦 對 當然如果你有練過 你也可以試試看 好 所以這邊也可以有一點中訓的感覺 肚子收緊之後你也可以 前彎的朋友也可以 稍微把屁股往下撐 但是記得保持脊椎延伸打直喔 然後收緊肚子跟核心 吸一口氣再往上推 好 如果你還有興趣可以盡量再 做一個力量的動作 做個椅子試 肚子收緊喔 脊椎延伸 但是記得衡量自己的力量喔 上面躺著的後彎的朋友 盡量放鬆就可以了 胸口記得打開 這裡就會稍微有點集中肩胛骨 把你的胸口打開 好 然後慢慢的再把你的夥伴的腳先放下 然後再把胸口往上提 很好 好 這邊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肩膀有可能會有點痠痠的 當然每個動作你不需要像我做的那麼深 你可以一步一步 然後衡量自己的力量 可以到可以的位置就好 好 所以現在我們換邊試試看 好 記得把你的下背先靠在一起 肚子收緊 好 先把手扣好 你們的手彼此扣好之後 會有一個力量幫你把肩膀跟胸口打開 會有點像手撐地板的動作 好 前彎的朋友記得敲屁股 然後讓脊椎延伸 好 然後上面的朋友盡量放鬆就可以了 好 肚子收緊 脊椎盡量往前延伸 前彎的朋友 好 然後如果他有一點點中訓的感覺 肚子收好 好 把屁股盡量往後做 脊椎讓他往前延伸 稍微降低 但是這個動作是option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肚子收緊 保持前彎就可以了 然後大腿集中 好 胸口記得往前 對 很好 好 保持呼吸 大腿夾好喔 慢慢吐氣 再下一個吸氣 你可以再把夥伴慢慢放下來 然後再回到站姿 好 這時候你們應該會 整身苦冠 滿身汗的意思 但是我們這裡是沒有冷氣 我不知道你們有冷氣 有冷氣的你們應該也是會喔 好 然後可以稍微分開一點 散熱一下 對 好 然後我們把腳跟提一提 對 好 然後在這裡我們就會 進到下一個動作 好 然後我們會把手 扣在一起 對 好 手扣在一起之後 我們做Michael的動作 好 這個 對對對 Michael的動作 每次雙米都會笑我 就是不一定很多人認識Michael好嗎 Michael是我的 是我年代的事情 好 來 意思就是我們要往前斜45度 但是會有一點點像核心 核心的運動 所以你記得要把 記得要把肚子收起來 把你的尾骨 記得往內捲一點 讓尺骨往上提 夠啟動核心就好 這裡兩個人都需要把肩胛骨集中 好 重心讓他慢慢的往前往胸口 好 肩胛骨集中 眼睛看上方 收緊肚子喔 很好 肩胛骨集中 收緊肚子 肩膀往下沉 保持呼吸 慢慢吐氣 很好 好 重心往前 當你穩定了之後 其實你的重心啊 會還是放在腳跟喔 腳趾還是沒有用力的喔 好 手緊肚子 讓肚子上提 肋骨收回來 保護你的下背 肩胛骨集中 保持呼吸 好 再一個吸氣 吐氣的時候 來慢慢放鬆 回來 很好 好 這邊肩膀放鬆一下 對 好 當然你還可以再玩很多次 好 然後再回來 好 這邊就先示範一次 好 然後一樣保持你們的手 握在一起 好 這邊我們稍微 靠近彼此 對 然後做個前彎的動作 站姿前彎 好 所以把腳球跟腳跟紮地板 大腿旋好 膝蓋放鬆 好 吸一口氣 肚子收緊之後 我們慢慢的把身體往前 往前折 好 當然如果依照屁股的size 有可能會彼此推彼此 所以可以稍微再往前調整你們的位置 好 然後收緊肚子之後 把胸口往前送 把脊椎整個延伸都拉開 好 肚子收好之後呢 敲屁股記得喔 敲屁股把骨盆往前轉 脊椎往前延伸 好 我們的手會在下方 好 盡量拉著對方 好 可以的話 慢慢的往前再走一點點 對 很好 讓肚子收緊 手可以盡量有一個拉緊的感覺 屁股往上翹 你的大腿後側應該會有點痠痠的 如果沒有的話 記得再翹屁股多一點喔 把你的骨盆跟尾骨盡量往上提 收緊肚子讓胸口打開 脖子放鬆 吐氣的時候 我們再向下整個把身體 上半身都往下沉 這時候你應該可以看到 夥伴糾結的臉 對 好 再吸一口氣 身體再起來一半 很好 吐氣的時候慢慢上來 很好 站姿之後會變成比較延伸 好 所以在這裡我們 從站姿再進來一些 體式可以再把身體打開多一點 好 吸氣的時候 再一次把手往上踢 好 吐氣的時候 我們一起右腳往前踩一大步 對 好 然後把骨盆記得轉正喔 好 吸一口氣 吐氣的時候我們往下降 我們的骨盆 把骨盆往下降 骨盆往下降 骨盆往下降 對 骨盆往下沉 對 進到高弓箭步 好 吸氣的時候 胸口往上推 然後眼睛看上方有一點後彎 對 很好 好 慢慢吐氣的時候回正 好 把身體打開 所以雙骨盆會打開到室內的地方 對 好 這裡手拉著手 吸氣的時候 再把寬骨往下沉 對 很好 不要推膝蓋往前喔 所以你的膝蓋還是留在你的腳踝正上方 寬骨往下降就好 胸口推開 眼睛看你手指延伸的方向 好 記得把骨盆收進來 把尾骨收進來 不要肋骨往外飛開 你的下背會 Arch 所以保護你的下背 收著核心 肋骨往內收 眼睛看前方 肩膀離開耳朵 深吸氣 好 慢慢吐氣的時候 把握著的手 往下找到你伸直的腿 上面的手可以的話 可以扣在一起 吸一口氣 眼睛再看向上方 下面的肩膀記得推開喔 好 慢慢吐氣的時候 我們反翻上 讓你前面的手 在你的膝蓋上方 上面的手延伸我們的身體 從你的腳外側 一直到指尖都是一條線 肚子記得收進來 保持呼吸 好 慢慢吐氣的時候 再回到有十二 很好 吸一口氣喔 把身體提起來 身體拉起來 對 好 然後我們把身體 都再往前腳的方向轉 好 後腳跟提起來 深吸氣 吐氣的時候 髖骨再往下降 又進到高弓腱部 很好 來吸氣往上提 好 吐氣的時候 我們把前腳往後收 對 對 就站回來 這邊會有一點 因為後腳是拉 真的 好 我們要換邊 換腳喔 吸氣喔 來吐氣的時候 左腳往前踩 很好 來吸氣往上提 慢慢吐氣的時候 再一次做一點後彎 髖骨往下降 然後胸口往上推 在高弓腱部做後彎 好 肚子收好喔 記得後彎的時候 收緊肚子跟核心 保護你的下背 然後你後腳的大腿前側 才會拉開 屁股再往前推 好 吸口氣往上提 把後腳跟斜叉45度放下 我們把手打開 很好 這裡你還是可以拉到夥伴的手 好 深吸氣之後 把肩膀提起來 向後繞開 吐氣的時候 再把髖骨往下降 這裡會有一個跟夥伴的抗力喔 好 慢慢的呼吸 慢慢吐氣 好 下一個吸氣 我們把這邊的 拉著的手 往下找到你的後腳 胸口往上推 好 從你上面的手的指尖 一直到你的腳 好像會被動到 對 這裡 好 手指可以呼 相當地找到夥伴的手 好 吸口氣 吐氣的時候 我們換邊 把前面的手來到你的膝蓋上方 後面的手延伸 到你的耳朵上方 所以從你的後腳外側的腳道 一直到你的右手指尖 上面手的指尖 一條線斜上斜下的拉開 記得收緊肚子 尾骨往內捲 肋骨收進來 慢慢吐氣 好 這邊我們換個方向喔 我們把上面的手 慢慢的找地板 好 兩手都會找地板 後腳跟拉起來 吸一口氣 眼睛看前方 好 吐氣的時候 手踩地板 然後我們把前面的腳 往後推 好 然後這裡你們會進到下犬式 肚子收緊 屁股往上推 好 這裡你又可以看到夥伴的臉啦 肚子收好 慢慢吸氣 好 頭抬 然後我們用手 肚子收緊 收著肚子 腳跟提起來 往內走回來 對 很好 很好 來 吸一口氣 頭抬 身體提起來 一半 很好 慢慢吐氣喔 然後小心要慢慢站起來喔 所以如果 小心你們屁股的距離 如果慢慢站起來 屁股會互相推到對方 比較容易跌倒 所以稍微有一點點空間 然後慢慢的 沿著你的手 可以沿著你的腿 肚子收好 膝蓋放鬆 慢慢的把身體 往上提 很好 好 這邊我們 其實還有很多動作 但是我們在這裡 不要太冗長 所以慢慢的坐下 對 下一次 下一次可以保留到 下一次一起練習 好 然後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的坐下 好 一樣背對背的先坐著 這次我們的前彎跟後彎呢 可以把腳往前伸直 對 好 肚子收緊喔 好 肚子收緊 讓你的下背盡量靠在一起 好 吸一口氣的時候呢 把手一起往上推 好 我們要做坐姿前彎 所以我先示範前彎的位置 好 肚子收緊之後 把屁股盡量往上喬 然後往前延伸 你的夥伴呢 就盡量放鬆 躺在你的背上就可以了 好 一直到你感覺 哇 我沒有辦法再往前摺 因為再往前摺 我的背就會凹掉的話 記得停在你可以的位置 手慢慢的往下放 然後手往前 放鬆 把胸口記得往前提 收緊肚子 好 前彎的朋友 應該大腿後側這邊也會很有感覺 記得把腳球勾起來 然後腳趾回勾 腳趾指向自己 好 這邊如果還可以 保持延展的脊椎 我們就慢慢放鬆 慢慢放鬆 好 同時你要一直感覺到 你的大腿後側這邊很痠喔 好 吸氣的時候 把胸口記得提起來 屁股再往上喬 好 這邊前彎的朋友 可以胸前放一個抱枕 讓你的前彎可以更舒服 對 好 你就可以躺在抱枕上 然後上來的時候一樣 推地板收著肚子 把背慢慢的往上推 好 然後雙鳴可以拿一個抱枕示範一下 雙鳴的前彎 因為他的寬骨跟大腿會比較緊一點 所以他的前彎會比較有限 然後剛好大家可以看 如果前面有抱枕的話 他就可以放在腿上 前面抱枕可以先放在腿上 然後呢 我們一樣下背靠在一起 好 往不下去 不會啊 就彎到你可以的 好 手先往上推 放在你的耳朵兩邊 好 收緊肚子 肚子收緊吸一口氣 千萬的朋友記得翹屁股 然後慢慢的往前 當他感覺脊椎開始彎曲要變形的時候 記得回來 那他這時候就可以試著 把手放在你的抱枕上 把脊椎盡量打直之後 屁股盡量再往上翹 對 很好 好 上面的朋友就可以 放鬆在他的背上 稍微給他一點點壓力 讓他可以再往前 再往前推 胸口 胸口可以盡量就在抱枕上收洗就可以了 好 所以大腿後才要酸酸的 酸酸緊緊的 他已經在抖動 但是這很正常的話 所以大腿後側這邊會很酸 然後你的下背 下背這裡要盡量很延展 所以他這裡骨盆會盡量再往上翹 骨盆的位置會盡量往上翹 如果你有尾巴的話會盡量往上翹 然後他會慢慢的往前 好 所以像他的話 你夥伴就可以慢慢從他的下背 幫他慢慢推開 沿著他的脊椎往兩邊慢慢推開 然後幫助他的下背可以延伸得更多 因為通常這個地方是最容易要酸背痛的 對 好 然後他可能會吃酸梅 如果是他的臉的話 對 好 記得把脖子放鬆 胸口再往前送 對 很好 好 如果真的很酸 也可以把膝蓋稍微再往上提 讓他稍微放鬆那個很酸的感覺 但是一樣可以保持下背的延伸 對 很好 好 所以你也可以躺在夥伴上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幫他做按摩 對 如果他的前彎比較有受限的話 好 然後慢慢回來 好 另外一個可以幫助比較緊的朋友 做放鬆的動作是嬰兒式 所以一樣喔 對 他可以做嬰兒式的位置 所以你就跪姿 屁股做腳跟 對 好 嬰兒式有兩種喔 先示範第一種 他的膝蓋會盡量合在一起 互相靠近 對 好 然後他就讓你的肋骨放在大腿上 對 一樣在這裡翹屁股 好 當他就定位他的嬰兒式之後呢 你的夥伴 好 你可以把腳打開 稍微跪在他的 跪在他的屁股旁邊 好 然後找到下背對下背 好 所以下背對下背之後 慢慢的再把你的脊椎 跟他的脊椎貼合 好 放鬆你的手就行了 放鬆肩膀 放鬆手 你還好嗎 好 隨時跟你的夥伴 Check一下他的情況喔 好 記得隨時溝通 溝通眼神 很重要的各位朋友 好 記得把你的身體 盡量放鬆在你的夥伴身上 用你的重量幫他做眼神 好 要退出姿勢的時候 記得推一把 把身體先做起來 然後再讓夥伴做起來 好 另外一個嬰兒是可以讓他 他就是開展更多的是他把膝蓋 往兩邊整個推開 好 剛剛是這樣 對 然後現在是你的大拇指合在一起 膝蓋往兩邊推開 好 然後他一樣下嬰兒是 這裡呢會幫助開寬比較多 好 所以一樣屁股盡量降到腳跟 這就是夥伴可以幫忙的地方啦 所以夥伴一樣喔 你可以像我剛剛這樣跪著之後慢慢下去 或者是你就先讓你的屁股 做骨對做骨之後 然後慢慢的放鬆 往下躺 好 然後把手往上延伸 也可以放鬆到上面 躺在上面的朋友 胸口整個推開 對 好 說明還好嗎 比個OK 比個OK的姿勢 對 很好 好 所以在這邊一樣可以停留一個時間 你可以停留三到五個呼吸 以英語家來說 你也可以停留三到五分鐘 對 可以一起聽完兩首歌之類的 再慢慢上來 好 要上來的時候一樣喔 你可以手推著地板 上面的朋友 手推著地板 把身體先坐起來 然後夥伴再慢慢上來 好 你需要換成躺著的嗎 換躺著嗎 你要換邊嗎 還是可以不用 怎麼換 換壓力嗎 對啊 我可以啊 我都可以啊 好 所以等一下你們就可以 就是互相再交換躺的人 換成坐的人 坐著換躺的人 好 我們要示範下一個 然後我們就開始面對面 對 好 這邊也會有一個核心可以玩 靠近嗎 對 我們先幫夥伴按摩一下 所以其中一個人的腳可以腳地板併在一起 對 腳地板併在一起 對 腳地板併在一起 對 好 然後呢 我們比如說現在雙鳴的朋友 腳地板併在一起 腳跟 對 腳跟盡量靠近身體 所以你可以從後面推著屁股 把身體再往前送多一點 到他可以的最遠的距離 好 然後我們用腳球的位置 推著他大概膝蓋跟進骨的地方 腳地板 推著他 好 然後我們可以手推著地板 幫助我們的身體往上支撐 好 輕輕的幫他推一下按摩 所以你的腳地板會輕輕的往前 往前 往前 往前推 這邊也可以鬆開他的髖關節跟大腿內側 對 好 所以你們就是可以讓他鬆開鬆開 慢慢按摩 對 好 這裡滿舒服的喔 是吧 舒服 對 要做電動椅 對 好 然後呢 一樣會有一個讓他前彎的位置 所以這裡你們就會需要抓著手 好 肚子收起來 兩個人肚子都得收起來 然後腳一樣持續推著腳球 所以你推著腳球的時候 會幫他把膝蓋稍微往外推一點點 肚子收緊把胸口提起來 脊椎也提起來 好 然後前彎的朋友 也就是現在是雙鳴這一邊的朋友 記得把屁股往上翹 收緊肚子 屁股往上翹 胸口往前推 很好 好 你要慢慢感覺你夥伴喔 如果他已經覺得很緊繃 好 記得提醒他停 就停在他可以的位置 如果還可以往下降 可以就慢慢 慢慢再上下沉 對 好 胸口記得往前送喔 肩膀離開耳朵 肚子收好 很好 很好 那你像我這邊的朋友的話 一樣記得把胸口再往上拉 對 胸口往上推 肩膀再離開耳朵喔 肚子收緊 很好 保持呼吸喔 不要憋氣喔 他已經搖頭了 很好 他差不多了 好 擠個呼吸之後 再慢慢把身體往上推 很好 好 他也可以往後彎 所以你也可以肚子收緊之後 慢慢的上下 對 這裡往後彎是不好彎 躺下去喔 對 你就躺下去 好 這邊也是一樣 讓前彎的朋友肚子收緊 胸口推開 好 慢慢的再往後 往後推 很好 你後 雙敏這邊後彎的朋友 也會用到一點核心的力量 然後記得把胸口往上推 對 你還好嗎 可以齁 不能還要再下來嗎 你還可以嗎 好 可以 往下往下 對 對 好 如果可以的話 腳會吵起來 腳會吵起來 我會幫你壓 對 好 慢慢的吐氣 再一個吸氣回來 好 這邊換邊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不同的角度 好 所以換我 就是把腳底板合在一起 然後腳跟先靠近身體之後 他的腳底板會稍微推在我膝蓋 跟頸骨中間的位置 對 好 然後我們這裡 兩個人都先把手推在後面 屁股後面的地板 讓脊椎可以推直 很鬆耶 對啊 是你的腳底板很緊 對 好 所以他可以就是換人 稍微幫他按摩一下一下 對 推著腳底板 然後大腿內側的部分 會被稍微鬆開 好 然後一樣喔 手握著手 收緊肚子 好 對 去 腳底板互推的朋友 就是我這邊的朋友 會稍微先做前玩 記得把你的屁股往上翹 讓脊椎打直 肋骨收緊 胸口推開 好 你可以記得 就一直往下 好 像我的寬開展程度會比較大 那雙鳴的朋友就會可以往下躺 那當他往下躺的時候 你也可以不用閒著 你也可以幫他按摩大腿的內側 對 很癢對不對 好 還可以幫他按摩大腿的內側 你可以幫夥伴稍微按摩大腿的內側 對 好 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盡量再往前往下放鬆 然後讓你的身體可以整個靠近地板 但是把脊椎記得打直 好 這邊也是一個開寬的部分 好 保持呼吸喔 慢慢吐氣 好 要上來的時候記得把手再握緊 收緊肚子 保持核心 然後慢慢把胸口往上推 對 很好 好 就會上來到這個位置 好 這邊一樣我們可以 也可以換人後彎跟前彎 所以我這邊的朋友就會收緊肚子之後 把胸口再往上提 也可以慢慢的再做後彎 對 好 所以前彎的朋友是雙鳴的朋友 記得把肚子收緊 屁股再往上翹 腳球推 所以記得把腳球推著對方的膝蓋 進骨 對 好 把胸口再往前送 肚子收緊 慢慢的再往下 記得把胸口再往上提起來 肋骨收進來 讓脊椎延伸 很好 好 他搖頭囉 搖頭是舉白起的意思 就是到極限 好 到極限記得 停一下下 收緊肚子 把胸口再推開 脊椎再拉開 保持呼吸 3 2 好 慢慢回來 很好 好 手不要放開 然後我們把腳收起來 好 腳收起來 然後屈膝站在 對 站在手裡面 先站在手裡面 然後我們把腳球 推腳球 對 你跟夥伴的腳球推腳球 好 這邊記得收緊肚子 把胸口推開 先把你的左腳 先把你這邊的腳往上推 裡面的腳先往上慢慢的推直 好 記得胸口打開喔 這邊會有一個 夥伴呼拉的力量 然後再把另一個腳 往上推直之後 記得 收緊肚子 把胸口再往上提 很好 好 肩膀再往下沉 遠離耳朵 肚子收好 盡量把脊椎再往上拉開 好 停 一下下 3到5個呼吸 然後我們要 這邊很tricky喔 我們要把腳先慢慢的往下降 讓手進來之後 把腳推開 然後再輕輕的放下 我們這次更順耶 好 有練習有差 對 好 然後我們把手 手互推 手變成互 對上手 都是左手吧 對 都是左手 對 左手拉左手 然後把右手往上提 吐氣的時候 然後向後打開 好 盡量再有一點 有一點拉力的力量 把胸口打開 對 你後面的手往後 往後打開 對 好 把胸打開 很好 肩膀也往後推 好 盡量做一個扭轉喔 好 吸氣的時候往上推回來 我們這樣換手 放開 對 對 對 好 記得翹屁股 翹屁股多一點 對 很好 好 胸口打開 好 胸口打開 慢慢呼吸 慢慢吐氣 好 來 手再回來 好 這邊放 放另一隻手 我們往上 好 記得 快 胸口再往上打開 對 很好 吐氣的時候再往下 你看 如果你可以盡量延伸身體 找到腳趾 或者是對方的腳尖 也很好 但也沒關係 這也是瑜伽 如果沒有辦法找到腳趾 也是瑜伽 你盡量就是把胸口往上翻 眼睛看上方 很好 屁股盡量往上翹 讓骨盆再回正 好 來 吸一口氣 畫一個大圈圈 換邊喔 他覺得他快閃了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怕大家沒聽到 好 收緊肚子吧 把胸口再往上推 很好 保持呼吸 肩膀記得推開 放鬆 慢慢吐氣 好 再下一個吸氣回來 很好 很好 為什麼他快這樣出來 他快哭了 是因為很緊嗎 訪問他一下 他覺得很緊 然後有被拉開的感覺 他沒有辦法回答 好好講話了 好 來 我們放過他 好 今天先到這裡 對 太鬆了 好 來把膝蓋 先慢慢的收回來 Oh my God 開座開座 對 腳放鬆一下下 對 很好 好 我們再把腳扣起來 對 好 這邊也是一樣 可以做一個扭轉 好 吸一口氣往上提 向後 然後他可以找到你的膝蓋 對 這樣子吧 這樣 對 好 另外一個人也是一樣 可以找到另外一個人的膝蓋 好 盡量做個扭轉 好 再一個吸氣往上推 吐氣換邊 好 再慢慢回正 這個雙人瑜伽的大休息 是滿有趣的大休息 所以我們會需要做 雙人不用動喔 欸 你坐前面一點 對 對 好 我們會需要他的身體側面 跟我的身體側面 側面跟側面合在一起 好 然後我們在這裡會把腳打開 對 做一個分腿 但是要後躺 好 然後這個手 對 靠近對方的手 做一個brotherhook 對 這樣 brotherhook 這樣 對 好 brotherhook是這個樣子的 這樣 對 好 然後先幫一個夥伴往下躺 他應該要躺在你的大腿 而且你的膝蓋不會不舒服的情況 所以先扶著他的背 慢慢的向下躺 好 那感覺一下你的大腿喔 躺下的朋友應該 也要滿舒服的啦 比如說他的下背不要選空 那當然如果你們的體型上 會有點不一樣 可能下面也是需要塞個包枕或什麼的 好 然後往下躺 你ok嗎 好 那你的大腿應該 大腿會有點被壓住的感覺 然後膝蓋不要不舒服 好 那當他躺好之後 你再慢慢的把自己調整 然後躺在他的大腿上 然後確認他的膝蓋沒有不舒服喔 你的膝蓋好嗎 我膝蓋好 可以喔 好 好 所以你們就可以在這裡躺個3到5分鐘 做個大休息 然後記得換邊做 好 然後我們要上來的時候 一樣要把brotherhook扣起來 對 好 brotherhook就是這樣子 好 扣好之後提起來 對把身體提起來 然後我們再記得換邊 換邊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好 所以腳打開 然後側面跟側面合在一起 好 然後先幫他 先幫夥伴慢慢的往下躺 然後感覺你的膝蓋不要不舒服喔 所以膝蓋要是舒服的 大腿是有一個感覺往下壓那種按摩的感覺 好 然後他ok了之後 再慢慢的往下躺 然後他的腿上 然後一樣確認膝蓋是不是有不舒服 膝蓋可以喔 好 然後手肩膀完全放鬆 大腿也放鬆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裡大休息一下下 好 然後又要上來的時候一樣 有一個rhyhook的手 扣 把身體往上推 對 好 然後我們把腳 cross起來 好 做結束 對 好 一樣可以在這裡做一下 近心跟收尾 你們可以在大休息 直接做近心跟收尾 也可以做起來之後 因為有的人會覺得他躺著腿 一直壓著不舒服 那你可以回到坐姿 然後我們在這裡也可以 慢慢輕輕靜靜的坐下 好 保持自己的呼吸 感覺一下一場瑜伽練習之後的身體 好 然後我們再慢慢把雙手合十在胸前 重新吸一口氣 謝謝你們和我在一起 Namaste 不錯吧 不錯